台南有妾贼锁定菜市场行妾 趁民众专心采买的时候 趁机偷走机车置物箱里的包包还变装逃逸 一名丁信夫人受害心急如焚 因为包包里有当天跑银行办事的12万现金硬件 更重要的是还有一只老伴28年前送她的手表 非常有纪念意义 但是现在全都被偷 夫人还为此一度血压标高助援 市场里婆婆妈妈围着摊车采买水果 穿着红白羽衣的嫌犯蠢蠢欲动 锁定这部机车先是慢慢靠近 假装要帮忙移车使出障眼法 确定没人注意她 下一秒火速打开置物箱 偷走里头黑色皮包 得手后刻意绕了一大圈 才骑自己的电动车离开现场 嫌犯早有预谋 偷了包包迅速把羽衣脱掉 变装逃逸 被害夫人才买完回来牵车 发现被偷急到血压标高 因此住院 被偷的包包里有现金印章 还有追纸 丈夫28年前送的手表 细心保存却在买菜时被小偷偷走 其实嫌犯就是锁店菜市场 民众买菜无暇照看机车 趁机行窃 刻意骑没有车牌的电动车犯案 还变装但依旧逃不了警方法院 刚好28年前 我生的是我们老鸡嫂 这就是一个纪念性 警方成功逮人找回包包 里头的财物一样都没少 当中手表是夫妻信物 被害夫人为此喜极而弃 特地上门道谢 记者黄富奇台南报导